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現在是下午2點30分左右 那今天的大盤涨了255點 那今天如果說你早盤把貨櫃三雄賣掉了 那你就被主力跟外資騙了 那我今天早上在跌的過程當中 花了一個口訊告訴我們的會員 而且我們今天買進了旺海 2615的旺海現買 今天就現賺了8% 但是我不做短線 為什麼 我們馬上跟各位投資朋友做解析 我們先看今天的大盤 先看今天的大盤 今天的大盤涨了255點 真的是相當的漂亮 量說到4300多億而已 那目前這個大盤 如果說你可以看到出來 破了季線在上個禮拜三 破了季線以後 連續已經三天佔了季線 而且今天是一個以長宏的位置 衝破了10日均線 所以說這裡來講的話 可以確定的季線是這一波的底部 可以確定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接下來來講 離月間的壓力也不會很遠 所以這裡來講的話 我之前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投資朋友強調說 從18034你看123456789 第九天會出現一個轉折 出現一個轉折 目前看到這個轉折是真的是成立了 因為三天來上的話 已經沒有再破低點了 而且今天又是一個長宏往上漲 所以大盤來講 從這邊開始要黃布往上去攻堅 但最重要的是說 要漲什麼樣的股票才是最重要的 我上禮拜五的節目 跟各位投資朋友講說 貨櫃三雄絕對是大盤的重中之中 你看今天大盤會往上漲 當然貨櫃三雄全會往上漲 加上台積電上漲了10塊錢 所以說今天能大漲的原因 大概就是2330的台積電 那上個禮拜呢 我想禮拜六禮拜天 你看他的所有的訊息 都告訴你聯電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投資朋友 在上個禮拜的過程的節目當中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 怎麼樣報告的 我說聯電 因為真的是看得很好 外資可能看102.8 102.8 外資你看到禮拜五的時候 他又買了11億萬張 禮拜四買了16萬張 禮拜一買了11萬張 買了27萬張 所以你很興奮對不對 但是我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報告的 我說聯電基本上是不錯 但是你在操作上 以區間操作為主 不要去追稿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為什麼要這樣講 那當然我們還驗證 如果說今天你聯電是最高的話 今天大盤漲了255點 你看聯電今天長盤的高點 如果追到這裡 你今天以收盤看的話 大概賠快兩塊錢 那老師為什麼 聯電不是很好很好嗎 外資不是看到102.8嗎 那為什麼這樣會跌 今天為什麼會跌 投資朋友 以外資的立場來講 你有沒有想問 你外資經典都什麼操作的 外資經典只要看到他滿 就知道短線高點到了 只要他賣 就告訴你短線的低點已經到 然後我們看聯電 我們先不看他的基本意 你看聯電 在10.5-10.5的時候 外資賣還滿 外資賣還滿 賣 他是隔天華碩會好的時候 他才開始買上去的 那外資是白癡嗎 其實基本面的東西 以聯電來講 我說毛利率31%以上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報告過 其實報紙上寫的東西 我說今年聯電要賺到4塊錢 我在節目當中 當聯電還沒開華碩的時候 我早就跟你報告過 對不對 你有看我的節目 你都很清楚 那外資賣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把我的話 訂進去的時候 你應該是買在這裡才對 你應該是買在這裡才對 那外資給你扛了兩天的叫 你應該是上個禮拜五 短線上你就要先走了 你說50塊漲到最高點 59.9 欸不少欸 幾天而已 一天兩天三天 快20% 連電這樣的股票 你可以賺到20% 所以你今天在追 絕對就不對了 絕對就不對了 等於未來 你要看外資 你要買 就等五至現在說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安全 所以說你今年你看外資 就不用把外資當白癡就好了 我講奶甜一點 把外資當然白癡就好了 我可以講一些很多的例證給你看 很多人可以看 好 連電 我們看一下連電 今天 今天友達 今天外資如果說你有看到整個報紙上說 喔 友達 調降中立啦 怎麼樣怎麼樣 很差很差啦 外資法的一切都是往下調降他的平等 那如果說你今天看到那個報告怕了要死的話 你把今天把你的友達來講 2409的友達 好 我們看今天一開盤 哇 傻啊 趕快賣啊 對不對 你看尾盤 雖然差一塊錢啊 你差了快5% 我跟你講5%不是錢了 5%不是錢了 那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 往上漲 大盤漲啊 大盤漲有些股票不會漲 連電還開高走低欸 對不對 不是這樣看喔 不是這樣看 那友達 外資為什麼一直在調降他的平等 欸有時候看不懂 好 我們本土的頭褲 那這一家我不知道是誰 不是紅牛 我不知道是不是紅牛 不知道 這是今天早上的 9點51分的經濟日報的電子版出來的 那目標價看43塊 這是第一家喔 第一家對面板喊出買金的 喊出買金的 他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友達今年賺7塊 明年7塊 明年後年賺8塊 你看2023年賺8塊 其實友達被低估啦 真的咧 他是這樣算的喔 他說面板啊 現在是在高檔 有跌沒有錯 但是沒有像以前 大家的夢魘 還是在過去 兩年前那種 面板跌的一大紅塗的時候 八九塊的時候 大家的想法還是處在那邊 他說這是不對的 以友達目前的轉型 跟現在面板的供需 絕對不會回到兩年前那種狀況 那個狀況已經變成歷史了 已經變成歷史了 但是呢市場呢 心有餘悸 心有餘悸 怕呢面板又會到過去來講的話 大賠5塊6塊那時候的狀況 所以呢 在整個明年開始衰退的過程當中 大家就會想說明年要開始衰退 衰退衰退衰退再衰退 但是呢 這篇報告告訴你 不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第一個 供給已經非常健康 第二個 大陸已經握有50%的產能 他不會那麼笨 又把自己殺死好不好 然後韓國廠商今年或明年初 就要推出TLT LCD 然後第三個最重要 TLT LCD的需求的多樣化 公用的啦 車用的 也不是只有像筆電那個財務用而已啊 面板這個行業已經變成一個多樣化了 那你怎麼看 TLT LCD還是比OLED便宜非常多嘛 所以你很多的東西 你還是用TLT LCD去做嘛 所以友達它是一個多元化的一家公司 絕對不能用過去的觀念來看它 所以他說目標價 我給你看43塊 這個報道一出來 友達就往前拉 往上拉 你看這8...9點51 我們看一下友達 你看這裡報告出來以後 是在3 從這裡10點多開始 開始往上拉 從20.2拉到今天 這21.3拉到1塊錢上 那我們來看外資 你看 賣啊 是賣 賣啊 然後你看它在買 這裡買 然後這裡就賣 這裡買 你看這裡買 這裡買對不對 然後這裡賣 然後這裡又買 所以外資真的亂做好不好 你今年不要去看外資亂做 大家都知道外資很多都變成假外資了 就我們完全 外資的朋友來講說外資都不要去參與了 真的不要去參與了 外資今年賣5千幾億了 我們台灣股市現在在1萬7千45塊點的位置 所以外資根本都沒有參考性 外資根本都不用看了 反正喔 外資它可以調高目標在哪裡要去出貨 調高目標在哪裡 讓你賣掉 要自己賣掉 然後讓你買在最低點的位置 讓你買在最低點的位置 賣在最低點的位置 所以這一波來講 投資朋友 其實你正在操作來講 你很多東西要反向思考 你真的看不懂就不要看了 這些訊息來講 到底是怎麼樣 真的看不懂就不要看 尤其是貨櫃三雄 我在節目當中 我每天一定跟你講貨櫃三雄 貨櫃三雄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訊息 貨櫃三雄看一下訊息 先看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 這個 這是上禮拜五的 大家出來是說 應該講說 哇這上禮拜五 出來的時候 今天貨櫃三雄一開百雄 應該往上大漲對不對 大家的想法已經是這樣子 你看喔 雲價上漲2.34% 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漲了96點 這是上海的SCR SCFI 這是上海集櫃 那個集裝箱的貨櫃指數 你看你看 直接都往上噴 都還是在走高點 你看這裡已經漲了三倍 四倍還是在漲 還是在漲 那你今天的展望 想法應該是說 今天就開 應該是直接一開就往上漲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來講 你如果想做當沖的 想做當沖的 一定是一開盤 我們講常用比較 一開盤就直接 喔這裡買 結果呢 一買 直接殺給你看 傻眼 傻眼 都真的是傻眼 所以你這邊 一慌亂的過程當中 你當沖的個人就殺在這裡 結果設立已經是水利點 這裡就這地點 厲害喔 上來以為常常都是這樣子 尾盤這樣往下殺 從一點點這樣往下殺 那今天是這樣子 一開 又有一些好的訊息 然後這樣往下殺 殺完以後你看 震盪往上 這樣一直足够往上拉 所以說這種 你說很多人說 啊都是散戶啦 可憐的散戶去亂做 都說沒有 你覺得散戶有這麼大的力量嗎 每天有這麼大力量 把這麼大的股票拖動 搞得這麼大嗎 絕對不是啦 散戶絕對是被動的參與者 被動的參與者 那這些人到底是誰 我側面觀察 我側面瞭解 是台灣的一群忠視 其實他們今年 在這一年 在這一波已經賺了一大波二錢 我請問頭的朋友 我要再往上漲 我不會直接就拉吧 就算目標就好啦 假設說看300多塊好了 這個300多塊 我這裡直接拉給你看嗎 怎麼可能 這裡這麼多人 在給我成轎子 我真怕太太贏了 我讓你們都賺錢 我在這邊殺到你們 殺到嚇得要死 你看可以從50%殺到這裡 鐵的壞50% 給你殺了50% 讓他這裡套牢了 絕對套牢的一堆 也許他這裡來講的話 他自己的持股都還在這裡 他讓你套牢了一堆 然後把你大家的心情都磨磨 我磨到大家都是不信了 不信他的基本面 基本面好也沒有用 這個緊急循環股啊 接下來後年就不好了啊 後年不好的話 我幹嘛這裡去買股票 反正一些負面的訊息 一些負面比較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呢 他今天趁利多消息的時候 再給你殺一根 再給你殺一次 殺完以後呢 你受不了了 啪啪啪又往上漲 把你殺完又往上拉 師父朋友 我請問你 你怎麼做贏了 我告訴我會員喔 不要誇張 你看今天在這裡的時候 來這裡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我的會員 我們看一下蔻薰喔 我們會員手上很多的 這個貨櫃啦 這也是今天嘛 2018二號嘛 今日貨櫃山雄人士利多 部長的情形 這是早上跌的時候講的 目前市場主力 要讓散戶投資人的持股信心 崩潰後再擠大 以目前的報價的趨勢 及新增的船隊 雅敏今年的法人估 已經估到40塊 明年可以估到45塊 基本面上沒有什麼疑慮 但也不要任意貪貧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老師你為什麼看得這麼好 為什麼你任意貪貧 因為現在股價的走勢 根本就是失去了理性的行為 沒辦法去看 你懂意思嗎 我們現在只能說 抓住他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 就今年明年 甚至好都看到後年 我們現在不要看到後年 你現在才八月初 明年如果EPS能夠成長的話 股價修增了50% 短線上他還要洗你 那你有什麼辦法 每天就這樣上衝下棄 短線的方向 你看今天一差就是差十幾% 波動每天都十幾% 這麼大量的股票 他也不是小型股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是洗你 心荒荒讓你心荒荒 所以說你如果說 你真的對自己 講實在話 會怕你今天不要看 我知道很多人都偷了在高檔 我建議你真的不要去看每天的股價 你就是看每天那個暴降 也沒有跌 訊息自己抓這樣子就好了 至於股價要漲要跌 上個禮拜五殺尾盤 今天打尾盤 我請問同學們 這是正常的股價的走勢 股價每天才經過兩天而已 會這麼樣的波動嗎 不可能嗎 一定是人為在裡面 那你要去想說 為什麼這些人要這麼玩這些個股 為什麼後衛商人玩得這麼兇 他一定有目的嘛 不然他為什麼玩得這麼兇 你要去想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要從這些個股 來賺大錢 因為他們第一波已經賺了大錢了 第二波要賺大錢一定要先洗 把你們洗得真的不像話 真的在漲的時候 我跟你講法人還是會進來買 他們就根本就不甩法人 現在狀況怎麼樣 他就是要洗一般投資人的 散戶的投資人的一些心結 把你洗到到最後就受不了 受不了 等他在拉的時候 你買都不敢買 所以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不要看真的投資朋友 我是跟我會員講 你抱著就好了 你每天 我好想逗商充 哇今天來講的話 如果說長榮買在這裡多好 這裡如果敢繼續買多好 你看一天就賺10% 昨天你怎麼不講昨天 昨天你一買先賠10%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這種短線的波動 你就不要了 你就立志一個想法就是說 你說以貨櫃來講的話 全台灣的股票 金明兩年都沒有貨櫃賺這麼多錢 貨櫃這三支股票是全台灣 現在賺最多錢的公司 那個暴力真的是暴力好不好 真的是暴力啦 你知道上面藏用一個船員的話 薪水多少嗎 現在已經喊到40萬 一個月 現在缺工缺到這麼樣的嚴重 你只要夠資格的 夠資深的 你可以馬上上線的 我一個月願意40萬給你 嚇死人的你知道嗎 這行業現在是嚇死人的 暴力中的暴力 股價來講摔50% 國際的這些行商根本就沒有摔 根本沒有跌 所以都是這裡要特別留意一下 貨櫃三角我覺得 貨櫃觀眾一定還會再漲 能創新高 但是呢要給他時間 但是這段時間你如果看吧 你會很難好 你會很難好 你不要說在短信上想要賺他們 算了 真的算了 在這個點上面 就拜人後就好了 就拜人後就好了 不要去想太多啦 不要去想太多 你想太多反而 你自己會累 你看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買萬海 買萬海 目標叫 你看我買215到218 今天就買 好 今天買 今天火力8% 要走嗎 不做轉線 我告訴我的會員說 你這裡買就不用做轉線 好 已經測了第二次200塊 今天萬海 你算是第二次測200塊 好 你看萬海 其實他們就是在 其實大概都在月線 在季線 在那邊季線做震盪 你看萬海在季線的上面之上 長榮來講 就剛好在季線 你看今天就在季線 雅民相對因為是關緊閉稅值得弱 但是雅民是活力最好的 他有破季線 整個現行來講 這三支股票 雅民現在最弱 但是雅民也有弱的時候 馬上要趕過去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 因為他的活力還是最好的 今天一家已經顧到40塊 以目前這個曲線顧到40塊 才117 但是國安緊閉不好操作 這實在化 才實在化 所以說貨櫃三雄來講 投資本你有的 你就不要看就好了 你真的不要看就好了 就給它抱著就好了 一定會上去 一定會上去 好 股市龍轉 歡迎各位做訂閱 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傳就會做提醒通知 好 那如果說你在持股方面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你在任意標題出來 按進去 會來到這個股市龍轉 入會及持股的見證申請表 按這個網址 會看到右邊這一張 先把你的姓名 電話跟持股明細填好以後 按提交 我們服務人員就會跟你做聯絡 那另外來講 你可以利用Lite Aid的部分做互動 那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的Lite Aid 我們會贈送大成鋼的基本面的PPT 大成鋼基本面的PPT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自己會員有買 賺很多買52塊的 今天說54 那如果說你有大成鋼的 這裡就不要賣在這裡 說真的不要賣在這裡 這個今天會送給你 那當然原來的Lite 你都可以拿得到 我們看一下大成鋼 成鋼 這是長榮陽明的基本面 台加碩 你看台加碩 我們36.3賣了 這八天的時間 八天的價位一直賺了29% 賺了29% 今天的台加碩 3221 還是跌了 今天小跌 小跌了 還好啦 還好 那這裡來講 當然我們就先走了 有的話再次提醒投資朋友 我們已經賣掉了 已經賣掉了 台加碩的部分 蓮花科 我說我們買890的 今天收200 今天收900多塊吧 今天收900多塊 2454蓮花科 收922左右 收934 所以要稅到最高點 差不多賺5%左右而已 不多啦 這是我們農鑽會員 農鑽會員比較高價的部分 資金比較多的 我們就這樣 你說蓮花科今年賺到65塊 明年70塊起跳 你就買著就buy and hold就好了 這種股票在這種低檔 就buy and hold 不用怕 對不對 人家一個財工上去 就開始要往上走了 開始要往上走了 開始往上走了 好 這是蓮花科的部分 這是蓮花科的部分 那就是大成鋼 今天會送大成鋼給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這邊法輪酷 今年可以賺到5.3 明年可以賺到6.1 目標在還有一定很長的距離 我先跟各位講 那基建甘霖股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你看我們買的 我們買在52.3到53 買在52.3附近 52.3 今天說54啦 沒有什麼賺 沒什麼賺 只是跟各位的人 還是可以跟你講一下 沒什麼賺 美食我們還在 美食我們還在 我們還仍舊持有 美食還持有 那今天的美食來講的話 還是有點拉尾盤 拉尾盤 179的美食 拉尾盤收147.5 你看這張股票很好玩 這是下影線 他可能在等這邊 這邊他說 第一波的第二波的整理 他一定有一個 第三波的主攻擊斷 一定 他現在做第二波的整理而已 你看大盤 我們看這大盤 這1234567890 這中間的時間大盤 是跌了1100多點 當然現在回了500多點回來了 但是你看他就在這邊 這邊做整理而已 這邊做整理而已 代表說他還有一波 往上急攻的行情 一定有往上急攻的行情 那你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你看哪來這個地點 138這附近 他現在是整理盤 那目標價來講 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我現在跟你講 所以我們沒有買 我們沒有賣 我現在都還沒賣 我幹嘛賣 那我買120 我買126的 買126 今天收147.5 還是賺錢 還是賺錢 這人家還是賺錢 還是賺錢 那這目標價還遠 還還遠 是不是還遠 這還遠 所以說這裡來講的話 我只能跟投資朋友講說 做股票 像最近做股票 你講直代話 就是不要做 你看你哪裡去買 你就躲下去 你看白小姐 怕要死 你賣掉 股票賣掉 有點爽 所以現在來講 你在操作來講 我跟各位講 今天操作來講 比較謹慎一些 那貨櫃來講 我為什麼每天跟各位 在幫我講貨櫃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貨櫃 那貨櫃真的那麼差嗎 沒有 沒有 那這一波來講 主力就是讓你們 但因為在市場 大家都有貨櫃 到最後一定要把它洗得很乾淨 它才會往上前拿 往前拿 所以你說你現在基本面來講的話 大家都很好 因為法人來講都還是看得很好啊 但是法人你說他們敢買嗎 你看人都不敢買 投信也好 智商也好 現在你都不敢買 為什麼 大家也要你看 你知道嗎 基本好玩好 問題是 他真正的 如果是以景氣群光股來評價的話 然後他說明年如果說還獲利衰退 現在股價就往下跌了 我覺得法人是不大你知道嗎 所以這些宗室也很聰明 都知道看法人 朝鮑也走到要死 何時又不用說 都追到三滴月而已 所以說為什麼這次貨櫃 讓你去到不知道 怕跟他說 真的要這樣去什麼 漏也就說 是在漏聲 基本面很好 所以說你做貨櫃來講的話 你的反向思考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對基本面的了解 對股價的邏輯 你一定要有 不然你多少錢 你輸多少 我不會跟你騙 你如果貨櫃的黑白做 你多少錢你就輸完之後 你不是少年股神 這次輸六十月輸掉了嗎 怕死 不過他應該也是從這邊貨櫃 賺回來的 賺到的錢 好 股市龍戰 歡迎各位做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傳 就會做 提醒 通知 另外呢 我們在任意標誌出 如果說你有些個股的問題 歡迎你在 在我們的任意標誌出 按進去後 會來到我們股市龍戰 及入匯及見證的持股申請表 這個網址按進去 就達到右邊這個表格 右邊 那請你把姓名 電話 還有你的持股名氣 填好後 按提交 那不管是傳產股也好 電子股也好 都會我們服務員們 就馬上跟你做聯絡 另外的話 今天會送出 大成鋼的PPT 那如果說你想要擁有它 或是說你在持股上面 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利用影片右下方的QR Code LINE的部分 跟我們做互動 做互動 好 今天節目就到此結束了 祝各位在股票操作 都能順利賺大錢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